他被世人称为龙之子 是最有希望超越李小龙的存在 却因为说了一句话 被陈慧明怒伤耳光 28岁就意外身亡 他就是功夫巨星李小龙的儿子 李国豪 在父亲的影响下 李国豪从刚会走路就开始学武了 李小龙也有意识地培养他 或许是因为在武术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原因 李国豪在进入学校的时候 经常炫耀自己的武功 把同学打得鼻青脸肿 李小龙也因此收到了不少学生家长的投诉 所以为了避免麻烦 就不再可以教儿子武术 但是想一下 对武术如此痴迷的李小龙 又怎么可能会不教自己儿子 相反的他更是将自己独创的节拳套 交给了李国豪 希望儿子能够继承自己的衣钵 将中国武功发扬光大 一直跟随父亲练习的李国豪 五岁就能踢断木板 如果能够一直在李小龙的教育下学习武功 他或许会成为超越父亲的存在 但不幸的是 李小龙在李国豪八岁的时候意外去世 对于一个把父亲看作是英雄和偶像的孩子来说 这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 他开始封闭自己的内心 并由此变得叛逆 常常因为在学校打架兜殴而被勒令退学 对于一个失去父亲的孩子来说 我想这或许是他用来逃避父亲离开的方式而已 而随着他越长越大 父亲李小龙对他的影响也渐渐变大 提到李国豪 人们首先想到标签是李小龙的儿子 而不只是他的成就和作为 在父亲光环的影响下 李国豪本人的存在感就被削弱了很多 尤其是在八卦媒体上了解父亲的死因后 李国豪更是难以接受 曾经英雄的父亲会以这种方式死去 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李国豪拒绝任何人谈论他的父亲 甚至不去看任何关于父亲的电影和采访 但他最终还是走上了和父亲一样的道路 选择进入演艺圈拍电影 刚开始李国豪的演艺事业并不顺利 并不是因为他接不到戏 而是众人找他全是因为他是李小龙的儿子 这让李国豪十分厌烦 后来李国豪应邀到香港拍摄《龙在江湖》 刚开始他是拒绝的 因为在他看来父亲是在香港去世的 香港对他来说是诞生噩梦的地方 但由于导演于仁泰的诚治劝说 和对剧本的兴趣 李国豪还是终于答应了去香港拍摄 但李国豪在香港的表现却让人大失所望 不是因为在演戏上 而是因为为人 李国豪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或者说是香港人 同时也拒绝别人叫他的中文名字 被问到父亲对他的影响时 他更是十分生气 那时候的他充满了年轻人的讯息方刚和野性 不想借着父亲的光环被大众熟知 他的自我意识强烈到 让他排斥任何和父亲有关的东西 也因为这种思想 让他被父亲生前好友陈慧敏怒伤耳光 在和日本电影商的一次合作中 陈慧敏作为牵线人 和李国豪远赴日本谈合约 见面后 对方二话不说 就向李国豪开出500万两部戏的大合同 这对于一个刚进入演艺圈的新人来说 是多么大的诱惑 想让李国豪模仿李小龙的表演风格 这无疑触到了李国豪的底线 陈慧敏却说道 你老爸可是李小龙 你作为儿子模仿他是天清地义的 但对于思想西化 自我意识强烈的李国豪来说 就算是简单模仿几个动作都不行 看到李国豪的强硬态度 陈慧敏顿时恼火并质问道 喂 我们是不是中国人来的 他都 我不是中国人 我是美国人 我真的 我在拷动我就起身 听到这句话的陈慧敏 上去就给了李国豪一巴掌 并大声斥责道 要不是因为你老爸 别说是五百万 就是两万你都不值 这次的签约就这样泡汤了 后来陈慧敏再次回忆这件事的时候 依旧很细分 作为叔叔的他 对李国豪满是很铁不成钢的惋惜 或许是因为这一巴掌的原因 也或许是因为李国豪年龄的增长 使他变得成熟 后来的他 渐渐不再那么排斥提起李小龙 性格也变得温和礼貌多了 甚至在记者再次问到李小龙的时候 他还真诚地回答了 对于李小龙功夫 以及电影的看法 表示要向父亲学习 要比父亲更出色 这不禁让人感慨 曾经叛逆的孩子终于长大了 本以为接下来就到了 李国豪大展拳脚的时候了 大家也都期待着李小龙第二的横功出世 却怎么也没想到 28岁的李国豪在拍摄乌鸦时 被真枪射杀 这是电影的最后一场枪战场面 原定的是李国豪被道具枪打中倒下 但意外的是 道具枪里竟然射出了真子弹 被打中的李国豪瞬间大量出血 等到工作人员发现情况异常 送他去医院的时候 他已经因失血过多而死亡了 谁都没有想到 一颗正准备大放光芒的星星 就这样无声坠落了 他的一生都在渴望着 能够挣脱父亲的光环 寻求属于自己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渴望真正以李国豪的名字 站在大众面前 但是直到临死前 他都没有完成这一夙愿 这不得不让我们觉得可惜 试想一下 如果李小龙没有去世 李国豪没有发生意外 现在的武打界会是怎样的一番场景 只是现在 一切都只能停留在想象中了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